《大陸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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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們整個就在民權街拍出來 這張給各位看到的這張照片 它是早上六點的時候 早上六點其實人已經很多了 它有一個特色就是 我們越往鄉下走 早上買菜的人特別的多 可是到了台北 像雙年菜市場 它是到了中午10點11點12點 到1點2點都還在賣 那表示什麼 整個都會的生活形態已經改變了 以前買菜市到傳統菜市場買菜 都是早上去的 現在不是 現在是越來越晚 有的是到了下午5、6點還在賣菜 傳統市場它有這樣的一個改變 因為都會形態 可是這種傳統菜市場 買菜人大部分都是 你可以從這張畫面可以看到 大部分都是 媽媽姐姐 阿嬤阿公 夫婦阿公 不要哭 阿嬤姐姐 媽媽 姑姑嫂嫂 是女人 這是一個 我們以前傳統市場的定義 或者說 比較少男生去買菜 但這個東西 這樣的狀況其實已經在改變 然後再給各位看這張 這張是我最常給大家介紹的 這張是大溪 老遠的大溪菜市場 因為都是媽媽們買菜 所以你會看到這個有畫一半以上 這個畫面的左邊 都是在賣內衣內褲與性用的 這個廠牌都會很接近 我們認識的一些廠牌 什麼滑 什麼帶什麼分 這個大家都知道 夢帶什麼臉 都很接近 非常便宜 那比較便宜的相對 我不知道 因為我沒有買購 我不知道 基本上我猜應該是很便宜 因為每次都像搜狗一樣 林中大搶購 非常多人 他買菜也買什麼 買衣服 可是 我們難免會想到 你買菜 買這些都比較便宜 獲得 胸罩內衣的時候 會不會這些傳統的菜市場的 蔬果 會品質比較低戀 比較差呢 不進來 不進來 他反而 可能 會有很多 如果你懂得買的時候 你會買到一些 讓你非常驚艷的 非常吃勁的蔬果 怎麼說呢 再看這一張 我現在舉三到四個例子 讓你知道說 原來買菜 是這樣的思考 怎麼思考呢 我現在給各位看到第一張 我相信沒有人不認識他 如果不認識他的話 那我就覺得 那你這個對台灣的 你的蔬菜真的是 要好好去從優勢眼看 你上起來 這個蔬菜 叫做貴娘 大家知道嗎 貴娘 你在十幾年前 大概十五年前 我們去買貴娘 十倍 一把 大概四十塊 五十塊 我相信一點貴過 沒賣的人說是野菜 我以前去買貴娘 貴娘的阿嬤在賣的人 他會去摘啊 因為貴娘是在比較潮濕的地方 比較潮濕的地方 長在地環境裡 去把它一把一把摘回來 可是晚近 這三四年 我們去吃貴娘 我們看到菜市場的貴娘 跟十幾年前 有沒有一樣 完全不一樣 這張是什麼 這張也是 這張是最近拍的 我以前買到的貴娘 跟現在的貴娘 價錢差不了多少 因為它叫做野菜 可是這次最近我在菜市場看到的貴娘 我拍出來 你覺得這是野菜嗎 他綁著橡皮筋 每一個切頭都切得那麼整齊 這代表是什麼意思 他一定是田間管理 我不會說 用重點出來 這種要說的比較文雅一點 田間管理 統一栽培出來 那這樣的蔬菜 其實這就是蔬菜 已經馴化著 它不是我們所謂的貴娘 如果你有機會 你到雙溪去旅遊 你去一個地方叫做杏花村 杏花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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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麻花了 茶花蓮 你到茶花蓮 他會有貴娘這一道菜 老闆娘 他在貴娘 清晴 梅雨 夏婷 秋風